原本安宁的老宅却因为一个新邻居变得鸡犬不宁 几经交涉 本以为邻居会有所收敛 那声响却仍旧状况频出 眼看着自家的老宅变闹宅 他究竟该怎么办 新来邻居骚扰我 法律讲堂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这一天在北方某城市的一条老街上 两个中年男子正在激烈地争吵 其中一个男子大声地喊道 你看看你们干的好事 把我们家淹成什么样了 还怎么住人 另一个男子也不甘示弱 住不住关我什么事 又不是我把你家淹的 下雨漏个水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就你事多 吵架的两个人 一个叫王满仓 一个叫张旭 两个人是一墙之隔的邻居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 那么这两家邻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矛盾呢 说起两家的矛盾 还要从王满仓家的老宅说起 王家老宅 位于城南 在一条老街的中央 是王满仓的爷爷留下的独门独院 小院的东西北 各两间平房 院子的大门朝南 开在老街的一侧 王满仓在这个小院里出生 在这个小院里长大 直到现在 娶了媳妇 生了儿子 王满仓的老父亲退休多年 老母亲健在 儿子正在读小学 王家三代人 在这个小院里生活了很多年 过着幸福宁静的日子 这几年 城市搞起了旧城改造 王家所居住的这条街 地理位置优越 又是一条老街 街道两侧 民居 饭馆 酒店 商店 应有尽有 很快就成为了当地一条 有名的特色老街 从早到晚 人来人往 热热闹闹 老街的业主们 看到了老街的商业发展 要么就是把住宅改成了商业 自己做起了买卖 要么就是把房子租了出去 再搬到其他的地方去住 王家老宅就在老街的中间 地段非常的好 看着老街坊老邻居 一家家的搬走 王满仓和妻子也曾动心 要不要自己也做点买卖呢 但是这王满仓啊 性格老实芭蕉 又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再加上老父亲老母亲 年纪也大了 身体呢也不好 对老宅又有感情 决定还是应该让老两口 在老宅里安度晚年 于是两口子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一家人继续在老宅里居住 然而让王满仓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憧憬着一家人 和和美美的生活之时 一阵刺耳的噪音 却打破了老宅原本的北京 王满仓一家的噩梦也就此开始 王满仓早上上班出门一打听 原来啊 是和王家一墙之隔的西侧邻居 将原来的二层小楼给卖了 卖给了一个叫张旭的人 张旭呢 要将这个二层小楼重新装修 要打造成一家特色的民宿酒店 王满仓下班回家 还没到家门口 就远远地看见 王家大门口堆满了 拆下来的建筑垃圾 堆得满地都是 王满仓有点不高兴 没回自己家 先去了邻居家的工地 问个究竟 你们怎么回事啊 把垃圾都堆到人家门口了 还怎么进门 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迎了出来 不高兴地说 我叫张旭 是这个房子的新房主 装修赶时间 您多担待点 王满仓一看这人的态度 再看看对方也不是什么擅长 冷冷地回了一句 赶紧把垃圾清走 别挡门 没等对方回答 王满仓转身就走了 两个一强吃隔的邻居 这第一次见面 就没给对方留下什么好印象 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两家的矛盾越积越深 原来张旭雇佣的装修队 为了赶进度 白天凿墙切割钢筋 到了晚上也不消停 电焊弄得是火花闪闪 王满仓的老父亲 老母亲都快八十了 身体本来就不好 还有心脏病 这么大的噪音 让老两口到了夜里 是整宿整宿的失眠 白天也没法休息 于是王满仓找到张旭 要求他不能在夜里施工 白天也尽量减少噪音 张旭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但这施工噪音 一点也不见效 这一天王满仓实在是忍无可忍 冲进了工地 阻止装修队施工 张旭一看王满仓来工地捣乱 拉住王满仓 你不让夜里施工 我们夜里不施工了 你让白天小点声 我们声也小了 谁家施工没点声 王满仓也提高了嗓门 让你小点声有错吗 就你这噪音 去我们家小院听听 谁受得了 说着说着啊 王满仓就要去拉电闸 这下张旭不干了 你凭什么不让施工 我正常的装修影响你什么了 王满仓有点不高兴了 没影响我来找你 就你这噪音 把我父母都吵成什么样了 他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完 吵着吵着 两个人竟然动起了手 王满仓的妻子和工地的人 赶紧把两个人拉开了 王满仓冲着张旭喊道 今天你要是还敢施工 我就不走了 看你怎么施工 明明是张旭施工制造造音 现在态度还十分强硬 这让王满仓是气不打一出来 而张旭这边更是一步不让 眼看着王满仓说什么也不肯走 张旭居然拿起电话 报警了 到了派出所 两个人的情绪安静了下来 朝着民警是各说各的理 警察经过了解 对二人的行为做出了处理 因为装修两家邻居产生矛盾 王满仓到工地解决问题 理由是正当的 但是应当注意把握分寸 如果认为噪音扰民 可以向环保城管等部门进行举报 而张旭这边 在施工过程当中 要考虑到邻居的感受 在白天按照规定时间进行施工 在夜里绝对不能施工 同时不能影响到其他的人 考虑到两个人都没有人身伤害 也不符合公安机关的立案条件 警察对双方耐心地做了疏导工作 就让他们回去了 王满仓以为张旭回去以后 能有所收敛 但施工噪音并没有得到改善 看着整天愁眉苦脸 哀声叹气的父母 这么下去 老两口的身体肯定是扛不住了 没办法 只得在后面的巷子里 为二老临时租了一个房子 让他们出去躲一躲 敬仰一阵 同时也把儿子送到了姥姥家临时居住 这样一来 王满仓和妻子天天挤家跑 照顾老人 看管孩子 忙的是不可开交 叫苦不点 邻家变民宿 刺耳的装修声打破了王家老宅原本的宁静 登门讨要说法 双方言语不合 邻居竟恶人先告状 因为顾及邻里关系 他无奈选择隐忍 哪成想恶梦才刚刚开始 吵闹的邻居 还会给王满仓和他的老宅 带来多少意想不到的麻烦 新来邻居骚扰我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现在王家老宅里就剩下王满仓和妻子两个人了 两个人掰着手指头 合计着张旭家的装修也有一阵了 还互相安慰着再忍忍等装修结束 一切都好了 谁知现实并没有像王满仓想象的那样 麻烦又来了 一天夜里十二点多钟 王满仓和妻子进入了梦乡 突然几只狗汪汪的叫个不停 而且还边跑边叫 像是撞倒了什么东西 叮叮当当的 这一下把淑水中的两个人给吵醒了 两个人无奈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披上衣服 赶紧出门看个究竟 出门一看 这狗叫的声音 又是来自一强之隔的张旭家 王满仓的妻子抱怨道 这从早到晚的就没有一点消停 都快被他们家烦死了 第二天一早 王满仓找到了张旭 原来这几只狗是张旭饲养的 之前一直在农村 现在工地装修 到了晚上工人都不在 因为是平房 晚上难免会有老鼠出没 几只狗看见老鼠 或者是轻微地响动 就会狂叫不止 两家本就有了矛盾 王满仓刚说了两句 赶紧把狗牵走 生更半夜的 还让不让人休息 张旭马上接到 我养狗就是为了看家护院 你王满仓也太矫兴了 连狗拿耗子的事你也管 有本事你就让他们别叫 你看好不好使 王满仓这个气呀 跟你这种人就没法交流 蛮不讲理 你不牵走是吧 你等着 有人管你 之前 王满仓看过新闻报道 说是城市里禁止 饲养大型的犬类 于是王满仓向公安机关 举报了张旭 没过几天 警察找到了张旭 因为张旭饲养的几条狗 是城市的现养品种 也没有给狗办理相应的登记 属于无证养犬 公安机关没收了这几只狗 还对张旭罚款了五千元 这下倒好 张旭饲养了几年的爱犬 因为王满仓的举报 而被公安机关没收了 还被罚了款 张旭是打心里 憎恨这个多事的邻居 盘算着有朝一日 一定要出口气 好好地制止王满仓 吵闹的大狗被牵走了 此时的王满仓松了一口气 心想着自己总算能踏踏实实地 在老宅里生活了 然而很快他就发现 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这一天 王满仓在小院里扫地 一抬头 突然看见张旭家 在二层房顶上加盖 要建一个三层 如果说噪音等装修结束 也就没有了 但这突然多出来的一层 肯定会对王家的采光 造成影响 而且是一辈子的影响 王满仓扔下手中的扫把 一溜烟跑到张旭家 要阻止张旭加盖三层 张旭这回像是做足了准备 早就料到王满仓会来 态度也来了一个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还没等王满仓发火 不慌不忙拿出一堆手续来 王哥 我都准备好了 就知道你要来 这是我改造房子的手续 您快看看 王满仓惊讶地接了过来一看 这些手续上的确都盖着公章 张旭接着说 放心吧 我改造房子都是合法的 既然人家改造房子是合法的 自己又能说什么呢 碰了一鼻子灰的王满仓 只能回了家 回到家里以后 将看到的手续告诉给了妻子 还安慰妻子道 人家家盖是有手续的 再说了 又没有在咱家房顶上盖房 管他呢 爱盖就盖吧 就这样王满仓一家也只能忍气吞声 盼着这糟心的日子早点过去 可刚消停了没几天 又一件让王满仓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而这一次差点把王家小院给淹了 一天夜里突然电闪雷鸣 大雨倾盆而下 王满仓和妻子觉得这场雨下得有点不对 屋顶的雨声特别的大 两口子赶紧出门 出门一看 立刻明白了 原来张旭家盖的三层 雨水顺着房顶直接流了下来 交到了王家老宅平房的屋顶上 雨水又顺着平房屋顶流到了小院 因为是老房子只有一个排水口 一下子下了这么大的雨 根本来不及排出去 没一会儿王家小院汪洋一片 很快雨水顺着门缝流进了屋里 好在是暴雨来得快停得也快 等王满仓和妻子收拾完 天都快亮了 等天一亮 王满仓一看王家小院 花花草草 东倒西歪狼狈不堪 靠近张旭家的那面墙 由于被雨水渗入 满墙大片大片的水印子 有的房间因为浸了雨水 地板也被泡得鼓了起来 此时的王满仓气不打一处来 一定要找张旭算账 于是就出现了节目开头 两个人吵架的一幕 经过两家的调解 张旭勉强同意 在屋顶处夹了一排排水管 用来接雨水 算是勉强应付过去了 但夹盖的三层 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终于张旭家的民宿酒店 装修完了 也热热闹闹的开张了 王满仓长长的输了口气 噪音 挡光 渗水 自从张旭的民宿装修以来 王满仓的小院就不得安宁 好不容易熬到了装修结束 王满仓就想着 赶紧把自己的父母接回来 可是还没等他和老两口说 王家老宅就来的两个不速之客 有一天 王满仓和媳妇在小院里 正在晒衣服 准备迎接父母的回来 突然 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 大门都没敲 就闯了进来 一边往院子里走 还一边又拍照又说笑的 王满仓和妻子愣住了 你们找谁 干什么的 怎么门都不敲就往里走 这一男一女也吓了一跳 联盟说道 这不是民宿酒店吗 我们是住店的 经过一打听 王满仓是明白了 又是张旭 闹得幺蛾子 原来张旭的民宿酒店 刚刚开张 在旅游软件上 进行广告宣传 由于地图定位 不是特别的准确 把王家老宅 定位成了张旭的民宿酒店 住店的客人呢 误以为王宅就是酒店 而走错了门 闯进了王家 王满仓自然不高兴了 赶紧又找到张旭理论一番 这一次张旭还挺有理 理直气壮地说 是客人走错了 我有什么办法 正好有警察 在张旭的民宿酒店内 调查入住人员的登记情况 王满仓就求助警察帮忙解决 警察给双方做了调解 让张旭给王满仓制作了一块牌子 挂在了王家老宅的大门上 上面写着 私人宅院非请误入 处理完了不速之客 王满仓终于把老父亲和老母亲 接了回来 一家人总算可以 其乐融融地生活了 安静老宅被隔壁民宿吵闹 双方矛盾四起 互不相让 本以为从此能过上安稳生活 没想到闹新邻居再生事关 愤怒之下 老宅主人将新邻居告上法庭 要求他拆访 封窗 法院将如何裁决 新来邻居骚扰我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可生活好像和王满仓 开了一个玩笑 麻烦又来了 而这一次麻烦更大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王家老宅小院 种满了很多的花木 还养了几盆大金鱼 被王满仓打理得井井有条 升级盎然 一家老小亲朋好友 经常在小院里喝茶下棋聚会 有一天一家人在小院乘凉 王满仓不经意抬头一看 看见一个人 站在张旭民宿酒店 二层的一个窗户旁 正在往小院里张望 王满仓大喊了一声 看什么呢 那个人吓了一跳 赶紧把头缩了回去 关上了窗户 原来张旭家和王家之间 相隔着一道墙 这道墙之前并没有窗户 不知道什么时候 张旭在这面墙二层的位置上 凿开了一个墙洞 安装了这扇窗户 还拉上了窗帘 因为之前装修一直被遮挡 再加上挡着窗帘 王满仓一家都没有发现 这一次王满仓可忍无可忍了 怒气冲冲地找到隔壁 张旭 我们家和你有仇是吗 你是看我好欺负吗 没完没了了 谁让你在墙上开窗了 张旭也不甘示弱 开窗怎么了 我在自己家墙上开窗 爱找你什么事了 王满仓气不打一处来 怎么就没事 你们家的客人脖子 都要伸进我们家小院了 你这是侵犯隐私 必须得把窗户封死 张旭回答道 我们家客人侵犯你什么隐私了 谁愿意看你们家的隐私 我家窗户 占你们家一寸土地了吗 你说封就封 你管得着吗 王满仓接到 你在墙上开窗户 偷窥别人家隐私 你还有理了 没等王满仓说完 张旭下了最后通牒 今天我就把话放这 房子我装修完了 民宿我也开了 你爱找谁找谁 以后啊 别来烦我 王满仓心想 这是碰上无赖了 真是无礼变三分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于是愤愤地回了家 这之后三天两头 就发现有人 拉开窗帘 打开窗户 不是往王家小肉里张望 就是慢悠悠地 点上一根香烟 抽了起来 这样一来啊 王家院内的生活起居 被一览无余 完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从装修噪音到遮光漏露 再到隐私泄露 自从邻居张旭出现后 王满仓一家就再无宁日 眼看着自己一再退让 对方却得寸进尺 王满仓夫妇终于忍无可忍 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两口子一商量 打官司吧 咨询了律师以后 起诉到法院 要求张旭将二楼顶 夹盖的三层房屋拆除 将相邻的二层房屋 撕开的窗户封死 并恢复原状 以及修缮自家房屋的 墙体裂痕 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王满仓的依据是 认为自家宅院 享有合法的物权 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张旭侵犯及物权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排除妨害 那么王满仓的说法 有没有道理 王家老宅能不能得到保护 法院又能否支持 王满仓的主张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讲到的 法律关键词 物权请求权 物权请求权 是以物权为基础 而产生的权利 是指物权人在集物 被侵害 或者可能遭受侵害时 有权请求侵害人 停止侵害 恢复原状 排除妨害 消除危险的权利 物权请求权 是保护物权的一项 专门的制度 是民法上的一项 独立请求权 回到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例 王满仓就是为了保护 王家老宅的物权 要求张旭排除妨害 那么法院最终又是 如何认定和判决的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张旭加盖三层自建房 提供的不是合法加盖手续 而是房屋修缮的手续 而且三层房顶 有一定的角度 雨季时雨水向两侧排放 王家老宅是平房 对王家老宅造成了不利影响 存在安全隐患 应当予以拆除 关于张旭加二层 面向王家老宅一侧 开有的窗户 该窗户朝向王家老宅的一侧 对王家的生活 构成了不利影响 法院最后判决 张旭将房屋上加盖的 三层自建房予以拆除 将二层面向王家老宅一侧的窗户 封死 恢复成墙面状态 至于王满仓要求张旭 赔偿墙体受到的损失 因为涉及到了两个法律关系 王满仓本次提起的是 排除防害之诉 所以就赔偿损失部分 另行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进行处理 判决生效以后 张旭自行拆除了加盖的三层 也封堵了面向王家老宅一侧的窗户 王满仓这边 也合计着搜集老宅损失的相关证据 再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要求张旭赔偿老宅受损的费用 可让王满仓没有想到的是 输了官司的张旭主动找上门来 这一次张旭又来干什么呢 原来张旭在开庭的时候 已经意识到 因为装修给王家造成的苦恼和麻烦 于是主动上门 为王家老宅受损的墙体屋顶 做了修缮和处理 还额外补偿了王满仓父母 在外面租房的一部分租金 张旭握着王满仓的手说 老哥 我们两家是不打不成交 以后啊 我就聘你为我们民宿酒店的荣誉店长 专门负责监督 中国有一句俗话 叫远亲不如近邻 比邻而居 守望相助 这对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保护合法的扩建行为 需要旅行必要的手续 不能影响到乡邻房屋的采光 通风排水 以及乡邻居民的正常通行 如果邻里之间出现了损人利己 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事情 逾越了法律的红线 也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公司老板QQ账号被盗 使得公司损失50万元 警方抓住嫌疑人 他却声称只是拿回自己应得的借款 两个素不相识的男人 之间怎么会有借款关系 他们又为何声称拥有同一个女友 女秘书的温柔陷阱下期播出